父母有主要的責任去教導和保護子女 本段影片是用來協助父母達成這項神聖目的 不適用於集體教導而同 我有眼睛 我有嘴巴 我有鼻 雙手 雙腳 耳朵 肚 心臟 腦袋 手指 皮臟 我這個奇妙的身體是天父的恩賜 而天父最想我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好好照顧我的身體 令身體強壯 令身體學習 令身體開心 令身體安全 好 我很喜歡和家人一起在海邊玩 爸爸媽媽說我只要愛護和尊重海洋 他們教我如何安全地游泳 他們教我要小心大浪 還有要留意珊瑚 急流和危險的動植物 如果發現危險我會盡量避開 我學會了當有危險的事發生的時候一定要求救 當我們懂得注意安全 就可以盡情享受美好的時光 就像海洋裡有很多危險那樣 這個世界有很多危險的東西 其中一個危險就是色情 色情是指有人穿得很暴露或不穿衣服的不雅圖像 正如任何人都可以學習在大海保持安全 每個人都可以學習遠離色情保護心靈 過美好的生活 聖靈的恩賜是天父賜給我們 去幫助我們遠離色情的其中一個方法 不雅圖像隨處可見 好似廣告板、電腦、手機或者店舖裡 這些圖片會令你有種不安的感覺 因為色情是會冒犯聖靈的 聖靈也會幫助你察覺到色情的有害 但是色情也會引起你的好奇心 令你想繼續看下去 這些感覺究竟是哪裡來的呢 腦袋有分負責感覺的部分 和負責思考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敢不合作 負責感覺的部分會受周圍環境影響 而作出即時反應 例如恐懼、愉快、鬧、驚喜 或者吸引 然後負責思考的部分會幫助你想清楚 你的情緒反應是否正當、合邏輯 不會有用的 因為色情會令你產生自然反應 像磁石那樣緊緊吸引著負責感覺的部分 但是負責思考的部分會提醒你 這種強烈的感覺是要留給真實的人 而不是用手機、雜誌或者不雅的圖像 這些特別的情感是用來建立 穩固的關係和家庭 天賦設給我們愛和吸引的感受 讓我們可以和人親近 這些情感深深地影響老大負責感覺的部分 傷愛的感覺會幫助我們建立穩固的家庭 這是好事 但是色情會引導這些感覺去錯的方向 這樣會傷害家庭 色情是危險的 但是你可以做以下的事來保持安全 首先當你看到色情 要說出這些是色情 跟自己說, 這些就是色情了 這樣是不道德 或者這些是不雅圖片 要清楚明確地告訴大腦 你所見到的事是不好的 第二, 適機或者離開 色情想要試探你 誘惑你繼續看下去 你已經知道色情的詭計 所以要適機或者離開 第三, 告訴爸爸媽媽 或者你信任的大人聽 他們很愛你, 亦樂意幫助你 你沒事吧, 你看上去好像有心事 這個話題可能一開始很難開口 但是這是最好的辦法 謝謝你來找我們談 你願意告訴我們發生甚麼事嗎 但是因為你看到色情 或者色情令你好奇 並不是代表你是個壞人 要記得很多人都很愛你 耶穌基督和天父無論如何都這麼愛你 有時候, 有人需要鼓起勇氣 跟他們說 朋友, 我們是不應該看這些事的 知道了, 如果你繼續看更多色情 千萬不要因為尷尬而不告訴信任的大人 或者主聽 要向天父祈禱 如果你告訴天父, 祂就會幫助你 祂為你預備了豐厚的祝福 祂希望你堅強和有智慧, 祂想你好 祂希望你安全, 保護自己美好的身體 讓你能夠體驗人生裡 種種的喜樂和忠公 你有沒有見過色情圖像呢? 現在就是一個好時機 和父母談談這件事了 今天是一個好時機 我會預約你 讓你充滿著時間 空間的樣子 謝謝跌倒人 謝謝謝謝 謝謝艋 謝謝